弟兄姊妹要開始本週的敬拜 今天我們會唱什麼歌呢 是不是很期待呢 我鼓勵你有一個期待的心 當我們期待神在我們生命中 對我們說話 對我們行神蹟 透過歌詞對我們說話 透過歌詞釋放祂的神蹟 當那個歌詞 或者是也許等一下的 領勝參奉獻或是講到那個話 成為你的Reyma 你有那句Reyma 就很像彼得能夠走在水面上一樣 你可以勝過風暴 你可以勝過這個環境 有上帝的話 你抓住了得著 改變 所以你要好好來敬拜 讓我們在敬拜裡面 專注的看見神 然後在那個敬拜裡面 預備自己的心 來聆聽 來請 請新土意 來得著上帝要給你那個話語 然後上帝的大能 那個Reyma 要在你生命中彰顯大能 讓我們一起來敬拜 你不是孤單一人 有耶穌與你同在 我不是孤單一人 有耶穌與我同在 有耶穌與你同在 永遠愛我 永遠愛我 不離棄 我要鋼強 不要怕 有誰能控告 神間旋敵人 有基督已經 成我唯一 有誰能定我們唯有罪 有基督已經 為我而死 有誰能隔絕 你 那我是 有相 Journey 取得我的 бог 在基督 請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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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г particles lunch 海 物 谁能像你 拼尽风寒 谁能像你 事物变幼 谁能像你 变水为酒 谁能像你 从死里复过 谁能像你 叫死人复过 谁能像你 实行共义 谁能像你 爱我到底 爱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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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祝待nal 我们送你 是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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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 你是 有谁能控告圣见圣地人 有基督已经成我为一 有谁能定我们为有罪 有基督已经为我而死 有谁能隔绝基督的爱 有基督已经爱我到底 靠着那深海我们的主 我们都已经得生犹豫 有谁能控告圣见圣地人 有基督已经成我为一 有谁能定我们为有罪 有基督已经为我而死 有谁能隔绝基督的爱 有基督已经爱我到底 靠着那深海我们的主 我们都已经得生犹豫 那深海我们的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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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已经得生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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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意 以马内力与我同在 你是我的主 你是我的主 耶稣是上帝荣耀缩發的光辉 上帝奔替正乡 永远的命令拖住温柔 你是嫉妒 神的爱子 你的保险 谁免我醉 我的供应 我的盾牌 我的救助 生命地主 奇妙测试 全能地生 拥在地府 和平地区 公平掌权 我全真知 世事长存 只等永远 永远到永远 耶稣 你是道路 真理生命 世界的真光 从上头来的智慧 星星的远头 你就是我的一只 生命地量 复活地主 你生命是家 为世我难缠恩义 你永远活着 从未离开我身边 有我大祭祭祝 有我大祭祀 你天天为我祷告 我的好母人 我的好母人 我有你 就有一切 耶稣 基督 全能地生 祝福祝 全能地生 祝福祝 全能地生 祝福祝 全能地生 我祝福祝 全能地生 祝福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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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能地生 奇妙测试 全能低伤 在地府 和平地区 公平掌权 我全真知 世事长存 只等永远到永远 颠覆你一世道路 真理生命 世界的真光 从上头来的智慧 星星的源头 你就是我的一只 生命的量 复活的主 你生命是家 为是我们真意 你永远活着 从未离开我身边 勇活大祭祀 你天天为我道歉 我的好母人 我有你 终有一切 耶稣 耶稣 你一世道路 真理生命 世界的真光 从上头来的智慧 星星的源头 你就是我的一只 生命的量 复活的主 你生命是家 为是我们真意 你永远活着 从未离开我身边 勇活大祭祀 你天天为我表达 我的好母人 我有你 就有一切 主 谢谢你 谢谢你 天天陪在我们身边 主要让我们能够更多 更深的认识你 主要不是风吻有你 乃是能够亲眼见你 能够真知道 这位爱我们的神 并且认识 祂已经为我们 舍祂自己 因着祂所完成的工作 我们得以成圣 成义完全 谢谢耶稣 使我们能够更认识你 使我们能够更多的 经历你 并且知道 我们有你 我们就有一切 我们不需要去追求 那一切 因为当我们追求 仰望你的时候 你就必供应 我们所有的一切 谢谢耶稣 这是我们的敬拜 这是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Amen 感谢神 我们一起经历了 一个很棒的敬拜 然后让我们每一次 在敬拜当中 我们不单单是 对神情信徒一 我们也是一种 透过诗歌 我们再一次的定经耶稣 让我们再一次的知道 虽然这个世界上 人有苦难 可是我们知道 耶稣说 放心未经胜过这个世界 当我们定经耶稣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 就是当你一直看着 耶稣的时候 你自然就能够看见 耶稣所为你供应的一切 你就不会一直去 担心担忧 那些发生在你身边的人的事情 会不会发生在你身上 当我们定经耶稣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 知取那个能力 知道这灾必不临近我们 Amen 好 所以让我们现在一起来 纪念耶稣 让我们一起来领圣坛 来 纪念耶稣 已经为我们完成了工作 我们所信的这个福音 不是好像 耶稣是白白为我们舍去 可是他是拯救一切 相信他的人 所以耶稣并不是拯救 所有这个世界上一切的人 而是只拯救相信他的人 因为如果这个人 不愿意被神拯救 那神就没有办法拯救你 拯救他 因为神很在乎我们的自由意志 所以我觉得很感恩的事情 每次我们弟兄姐妹 一起来领受的时候 我们知道我们是 我们这一群是信的人 我们是因为信耶稣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 它不是只是一个饼 它不是只是一个杯 它乃是预表 就是耶稣的身体 我们知道我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 就是表明耶稣的死 虽然是两千多年前 可是他却仍然可以 历历在目在我们的面前 我们知道耶稣 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因他受的鞭伤 因他受的刑罚 我们能够得医治 得平安 这不是一个过去式 那是他现在仍然 仍然是可以 继续的医治我们 继续的帮助我们 继续的使我们 能够活在他的里面 他要成为我们的牧人 他不只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神 他更愿意成为我们的朋友 成为我们的牧人 引领我们走这每一天 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来定睛耶稣 我们来纪念耶稣 我们来想念耶稣 知道耶稣所完成的工作 没有人能够飞去耶稣 在你身上所做的 只要我们愿意 好 让我们一起拿起 我们预备好的圣坛 我们纪念耶稣 他还在十字架上 所完成的功 我们一起宣告 这是耶稣的身体 为你 为我舍的 他已经为我们剥开 他已经为我们舍去 他已经完成 这是耶稣的身体 我们一起领受 并且我们也拿起杯来 我们也纪念 这是耶稣为我们所流的血 是与我们所立的新约 我们每逢喝的时候如此行 就是知道 耶稣已经为我们流出了血 他已经赦免我们 过去现在未来一切的罪 他已经与我们立了这个约 而且是最高等级的约 是血约 所有一切的约都已经被废去 只有耶稣的约高过着一切 耶稣的约已经完成了一切 他不是废去律法 乃是完成律法 他已经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并且完成一切公正律法的要求 这是耶稣的血 为你为我而流 我们每逢喝的时候 就是纪念耶稣 也宣告耶稣与我们立的这新约 是已经完成的 是完成式 谢谢耶稣 我们一起领受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耶稣 谢谢你 谢谢你已经完成的工作 我们知道你既已完成 就没有人能够废去 主啊 谢谢你 我们也更真知道 是你紧紧抓住我们 不是我们紧紧抓住你 主啊 即便在我们软弱无助的时候 你仍帮助我们 并且我们真知道 我们是靠着你 得以刚强 主啊 谢谢你 谢谢你 搭救我们 并且你从未离开过我们 谢谢你 谢谢你 何等的美好 也谢谢你 何等的爱我们 主啊 让我们能够更多的体会到你 更深的体会到你 主啊 一句我们真知道 我们即便活在这个世上 可是我们却是被分别出来的 主啊 谢谢你 谢谢你与我们同在 谢谢你赐下这美好的圣餐 我们领受 我们宣告 我们相信 我们知道我们在你的里面 谢谢耶稣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好 感谢神 接下来我们就请同工 开始帮我们收奉献 那 如果是在线上丢姐妹的话 你可以透过 上海商业银行 城中分行的这个 ATM的账户来 使用奉献 的动作 对阿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 你都可以在留言告诉我们 那如果你 你的转账 你是使用转账的话 就请告诉我们 你的后五码 那只要告诉我们一次 我们这边就会有记录 然后就不用再告诉我们了 除非你有换账号 那如果你是在海外 弟兄姐妹了的话 你可能 刚刚那个不是很方便 那你就可以使用这个 线上的平台 使用线上刷卡的部分 那都是可以的 那最重要的 我们知道我们 奉献是 一种 经历上帝的恩典 然后 得着了 所以我们能够将这荣耀归给神 那并不是 有奉献的上帝才 爱你 或是你有奉献的上帝才保护你 所以 跟你的奉献多少 或是有奉献没奉献是没有关系的 那我们真的是鼓励弟兄姐妹 你们来经历十一奉献的祝福 所以不是天相有钱的概念 十一奉献就是你 你每个月的十分之一的奉献 那当然会有人问说 那我到底是要睡前还是睡后 那我觉得这个都是 巨星牧师在讲道当中都有 都有教导过 那其实重要是你要先知道你十一奉献的意义是什么 然后当然都可以再依照你的财务的状况来 就是每个人信心大小不一样嘛 所以我也不能跟你说 你一定要睡前才是对的 或是你一定要睡后才是对的 重要的是 这是你跟神的关系 所以我们也不会去说 你这个好像没有到十一哦 或是你要怎样才到十一哦 十一是你跟上帝的关系 那是使神的加油量 那这个都是 就是不是别人去定你说你要怎么样 而是都是你自己跟神交账的 那重要其实也不是你奉献多跟少 而是你知道你十一奉献之后 你的 牧师在十一奉献的小的短讲里面都有特别说到 十一奉献里面有特别的祝福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钱财 它仍然是不公益的系统 但当我们把我们的十一奉献出来的时候 因着这十分之一 你的十分之九也跟着一起圣洁了 所以很多 比如说通膨啊 比如说很多的一些本来 可能大家都要一起经历的苦难啊 因为你的钱已经被分别出来啊 你的钱财就不在世界的系统里 所以你就不用经历那些苦 那甚至有时候你觉得你还是遇到怎么办 你就可以跟上帝说 上帝啊我有个十一 十分之一啊 那我怎么还会遇到这些事情呢 就是你可以跟上帝讨价还价 没有问题的 上帝一定会告诉你 可能是哪边出了状况 出了问题 那上帝都是会告诉我们问题在哪里的 所以其实重要的是我们跟神的关系 那所以如果现在你还在经历困难当中的兄弟姐妹 你觉得你没有办法十一 十分之一也没有关系 我们真的鼓励你先经历上帝的恩典 你知道你活在恩典里面 然后我们鼓励你跟神先建立那个美好的关系 然后让神来帮助你 你会发现你很多财务的问题 你会开始慢慢的就是解开 知道说我可能是哪边财务管理出现问题 因为神也更希望说我们能够做好神的好管家 不只是在财务上 包括你的健康上 你不能每天抽烟喝酒 然后跟上帝说 你一定要给我一个百分之百健康的身体 这不是很为难吗 上帝要给你一个健康的身体 可是你每天又一直去摧残他 但是我也不是要去定说抽烟喝酒的弟兄姐妹 你这样就不对 而是你要知道什么是你该做的 什么是你不该做的 那你现在做不到没有关系 不代表你以后做不到啊 重要是你定经耶稣 你就会发现你能够得到胜过那些的能力 所以重要其实还是你跟神的关系 那如果我知道我可能讲的还不是很清楚 那如果有兴趣的弟兄姐妹 然后你不清楚的 你可以上我们的YouTube官网 再去看巨星牧师的讲道 那里面巨星牧师都会告诉你 圣经的出处啊 以经解经啊 告诉你怎样怎样怎样的说法 这样子就会更清楚 对 那接下来我们已经收完奉献 我们就一起来我们的奉献祷告 不论你是在现场的 或是你是在线上的 你已经用ATM转账了 或是你已经用信用卡奉献了 我们都一起来为我们的奉献祷告 亲爱的天父谢谢你 谢谢你恩待我们 祝福我们 谢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 主啊 使我们能够得着 耶稣我们知道我们就得着一切 主啊 我们知道我们每一次 不论是透过领圣餐 透过敬拜 透过服饰 透过奉献 透过听讲道 主啊 我们都要更多的得着 你要给我们的瑞玛 使我们能够经历 主啊 我们虽然在这个世上 但我们却好像活在天上一样 我们真要宣告 耶稣你在天上如何 我们在这个世上也要如何 然后也谢谢你 悦纳我们的奉献 也谢谢你给我们奉献的能力 也求神 你来帮助保守我们 每一个弟兄姐妹 我们都要经历 上帝你那个 无条件的爱 无条件的恩典 无条件的祝福 无论我们有奉献的 没奉献的弟兄姐妹 我们都要更多的经历 跟神有那个美好的关系 主啊 一句我们知道 我们能够胜过罪 我们能够胜过这个世界 我们能够经历在你的自由里 因为我们知道 主的灵在哪里 哪里就有自由 谢谢你 使我们经历那个真自由 谢谢耶稣 这是我们的敬拜 这是我们的祷告 这是我们的奉献 谢谢你悦纳 这所有一切 并且我们真知道 你最悦纳的就是我们 你看的是我们的心 你看我们不像人看人 因为你看的是我们的里面 谢谢耶稣 见察我们 谢谢你喜悦我们 谢谢耶稣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主啊是的 我们知道 即便洪水泛逸之时 耶和华人 作者为王 直到永远 无论我生命中的情况 现在如何 无论是世界的整个情况如何 我们里面有那位平安的主 我们里面有胜过世界的那位主 我们的主 祂对你说 祂已经对你说 我与你同在 在这世上有苦难 但你可以放心 我胜过世界 绝书说 祂已经为了你胜过世界 所有一切的罪 定罪 诅咒 疾病 死亡 都归在十日加上了 所以你不用担心 祂对你有美好的计划 不用担心 不要害怕 绝书今天给我们 倾听耳跟倾听的心 看见你的荣耀 听懂你的话语 得着那个Rama 得着那个改变世界的 你的话语 说他谢谢你这么爱我们 对我们有美好的计划 我们人生的蓝图 我们人生的方向 也许你现在觉得 好像为什么在低谷 你总是会越来越好 因为他如何 他现在在天上如何 你在地上也如何 因为一言日子 如同黎明 直到日午 越照越明 越照越明 谢谢耶稣 虽然我们不晓得要等候多久 我们不晓得如何 但是我们知道 长线来看 最后就是幸福 最后就是你的美好 谢谢耶稣 这样祷告奉 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好我们接下来看 第一个经文 请 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一节 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 说不可杀人 点点点 好我们现在讲一下 马太福音五章的结构 马太福音五章很有名 叫做登山宝训 就是大家爬到山上去 然后耶稣去山上讲道 OK然后呢 很有名的 我们中文会说的 天国八福 跟我们上次查经 跟大家讲过 其实是天国九福 对不对 如果没有 不晓得我在讲什么 你可以去看前面 前两集都有讲到 天国其实是九福 然后讲了天国九福之后呢 就讲了做光做盐 做盐做光的故事 然后讲完之后呢 就开始进入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呢 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 不可杀人 好请看下一页 然后呢 五章二七节就说 你们听见野话说 不可兼饮 等等等等 就是 绝书把那个 天国的九个福讲完 然后把做盐做光 讲出来之后 他开始把一些 过去错误的观念 或者是 传统的观念提出来挑战 而且告诉你在新约里 在他将要完成的新约里面 其实标准是更高的 懂我意思吗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问题 你们听见有什么 你们听见有什么 然后他就 然后你就要懂 你要懂的重点就是 所以他当他说 你们听见有话说 不可兼饮 然后后面那一段 都在讲这件事 然后他下来是 下来到某个地方 又会说 你们听见有话 或是你们听到古人说什么 懂我意思吗 所以你要一段一段的看 才会看懂他整个意思 好 所以你看这是五章二十七节 请看下一页 然后到五章三十三节又说 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 什么什么 所以简单说就是 他是一块一块一块的 懂我意思吗 大家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意思就是说 他很多人会抓里面的一句话 然后就直接拿来用 你要知道你要看一整段 就很像我常常读圣经 我是耶稣到了某个地方 然后开始讲某个东西 然后我会把他在那个地方讲的话 全部看一次 因为那个语境跟讲的人 是一样的 懂吗 可是他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突然讲 你就可以在那个地方听 懂我意思 就是说圣经不是一张一张看的 是要看耶稣到了哪里 或者是耶稣又出了什么 耶稣到哪里来看 你会看到那整个读经的原则 跟他到底真的要说什么 好 马太福音五章2728请念 你们听见有话说 不可奸淫 只是我告诉你们 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 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 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 就挽出来丢掉 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 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 若是右手叫你跌倒 就砍下来丢掉 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 不叫全身下入地狱 看五章2728再讲 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 然后他开始解释 旧约的提到不可奸淫 他将要完成的旧约 然后他将要进入的新约 到底规则跟标准是什么 所以2728 然后你看下一页 29开始 还是连在一起的 29开始讲右眼跑掉 然后再下一页 然后五章三十节 右手砍下来 然后再看下一页 五章三十一节又有话说 所以是另外一个题目了 懂我意思吗 所以27282930 这四节是在讲同一件事 所以你要连在一起看 所以我们回到27 好 五章二十七节开始提到 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 对不对 这是旧约的律法规则 对不对 然后耶稣告诉我们更核心的 只是我告诉你们 凡看见妇女就动一念的 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 好 我们先来说明一下 其实这边在告诉我们什么 旧约没有在规范思想的 你知道吗 旧约没有在规范思想 因为旧约都是 你做这件事所以受到处罚 你做这件事所以受到奖赏 他没有在规范思想 可是其实新约 耶稣现在在阐明 他要成就的旧约之后的这个新约 是什么 新约是更加要求新的 我现在讲这东西 是不是有开始很多人有定罪感 好 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 你看 凡看见妇女就动一念的 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 心里 所以你看他规范的是心 你知道在法律上来说 如果你心里犯一念 没有犯罪 法律 我们的六法全书 没有规范任何一条 讲你心里这件事 对不对 好 OK 可是耶稣说 其实这就是犯奸淫 好 但是我们先来看一下 凡看见妇女就动一念 姐妹们你可以自动把这妇女看成 男性这样子 对 就是 不然都要太不公平 为什么只有男生 对不对 也有女生 对 反正看见妇女就动一念的 这个动一念的这个词 意思就是 有那个渴望 而且那个渴望其实是性的渴望 意思就是 当你觉得这个男的好帅 这个女的好美 这是没有罪的 不然你每天看电视你就完了 你任何偶像去打开 好帅喔 犯奸淫 好美喔 犯奸淫 你每天都在犯奸淫就不用活了 所以她的意思是 这边在规范什么 我是不是说要点在一起看 这边讲动一念 对不对 心里就跟她犯奸淫 对不对 好 请看下一页 然后就开始强调 右眼如果跌倒 就弯出来 对不对 她前面是不是都看到 那你是用眼睛看 对不对 好 前面是看到 用眼睛看 对不对 好 下一页 那右手叫你跌倒 就砍下来丢掉 跟手什么关系呢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还是连在一起看的喔 你看到了一个姐妹 心里起了迎念 然后你眼睛看 然后你的手会干嘛呢 好 所以有一些圣经学者 就说其实这真的在讨论的事情是 性幻想跟滋味 真的是 有些人是这样说的 有一些圣经学者是这样说的 好 所以呢 可是实物上 好 我们回到2728 你听见有话说不可兼引 旧约规范不可以真的去做这件事 新约规范你心里不要去想 而且它还规范 你想了之后你会去做的事情 懂意思吗 好 但是我要跟你讲一件事 马太福音五章前面告诉你祝福 对不对 天国九福 对不对 然后呢 中间鼓励你 你要做光做眼 后来再开始把这些东西把它打开 然后把它更深的讲进去 然后其实是要告诉你一辙 你真的要往那方上去做 但是二辙你做不到神还是爱你 你知道这整个五章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吗 我们先念马太福音五章48节 这是整个五章的最后一节 请念 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赋完全一样 马太福音五章 在后面你们听到有话说 这整个论述其实在告诉你 你们要完全 你们要完美像你的天赋完美一样 我告诉你 历界以来没有一个人类做到 只有耶稣做到 你知道吗 你们谁是完美的 任何一个完美 有任何一个完美的人可以跟我联络一下吗 通常如果这样跟我联络的人 不是自恋狂就是精神病 这样讲会不会有点攻击 牧师我是完美的 真的吗 我倒是想看看 我跟他讲没有人是完美的 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完美的 所以你知道吗 马太福音五章的全部是要告诉你 你要完美 但是你做不到 你知道吗 后面有一堆事情是没有人可以做得到 爱人如己你真的做得到吗 你们家小孩的学费你一定会帮他出 隔壁家小孩的学费你会帮他出吗 你不应该爱你的孩子跟爱隔壁家小孩子一样 你出看看 你出隔壁家小孩的学费你老婆就打死你 你说他跟你什么关系 你同我意思吗 就是说 精神是我们要学习天赋 像上帝一样去爱人 爱人如己 没有差别的爱 可是没有人类真的做得到 你们要完美像你的天赋完美一样 你们要完全像你的天赋完全一样 可是做不到啊 谁做得到 有谁完美过 你每次做完一件事 完美 你觉得你把你的报告写得完美 然后交出去 马上被批成怎么样 对不对 你觉得你能够做完美 你这个妆画得超完美 然后后来突然间就糟糕 什么什么 对不对 你今天衣服穿得完美 然后突然间 哎呀 少了一个配件 或是什么对不对 你觉得什么东西完美 根本不完美 因为这个世界没有完美 在这个世界没有完美 再怎么美好 再怎么美好的东西 你最后都会发现 还是有一点缺憾 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不完全的 而且你知道吗 当你用一些完美的东西 反而觉得很怪 你知道比如说 电影啊 有一些那个CG动画 是电脑做的 你做的那个人 如果你不在他脸上 有一些发痕啊 雀斑啊 痘痘啊 毛细孔啊 你就会觉得很假 你懂吗 太完美 反而很假 因为你习惯不完美 这个世界就是不完美 所以啊 神整篇在告诉你 马太福音五章的这个全部 是在规范 告诉你天国应该怎样 天国是完美的 我们也要尽力去完美 可是没有人可以完全做到 懂了吗 好 所以我们回到2728 所以呢 这边提到 不可兼营 但是天国的新约 告诉你 连心里想的都是罪 但是并不是告诉你 所以你软弱 你就要下地狱 而是你信耶稣 你所有的罪 还是得赦免 但是我们要尽力 往正确的方向去 去前进 懂吗 好 所以呢 好 请看下一页 好 如果有些人硬要 把这个经文拿来用 那你记得 每次你要干吗 就是把右眼遮住 因为他只提到右眼 是不是 如果你真的要按照经文 直接那个 还有 请问你到哪一间教会 有看到这个教会的 弟兄们右眼都不见的 连姐妹也有几个右眼不见了 有吗 孟师你怎么不赶快来 我们教会就这样 哪个教会有赶快报警 这已经太可怕了 你懂我意思吗 没有一个教会真的把这个经文 真的拿来实际用 哪一个教会真的右眼 大家都抛掉了 对不对 然后有些人受不了 用左眼 然后最后连左眼弄掉 然后每一个人都这样 然后在祷告 我要神经医治 难怪耶稣真的要让他 多瞎眼得干减 好啦 什么 好啦 如果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 就忘出来丢掉 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 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 他在告诉你的 是那个精神 是什么是更重要的 上帝的圣洁是更重要 我们追求神的国和神心意 是更重要 可是谁真的把右眼弯掉 谁真的把右眼抛出来 把右眼挖出来过 没有吧 对不对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 这个经文 是在告诉你 你要完全 可是真实是你不可能完全 可是我们要向着标杆直跑 我们要往那个方向 倚靠神的恩典而去做 懂我意思吗 还是你们有哪一个人 其实你现在撞的是右眼的一眼 可以跟我讲一声 是假的 那我真的为你祷告 你要有智慧 不要完全把经文造用 好不好 所以你看右眼弯出来 那谁做了这件事 好 请看下一件 好 再来是右手砍掉 所以下次记得 要用左手 什么嘛 如果你真的按照经文 是这个意思啊 右手跌倒就砍下来丢掉 有说左手跌倒要砍掉吗 所以很多人都没有右手 不是嘛 对不对 他其实要告诉你那个精神 就是你要有一个 胜过这个罪的 依靠神的恩典 胜过这个罪的决心跟努力 但是你胜不过神还是爱你 你还是得赦免 你还是神的儿女 懂吗 谁真的右手右眼都没有的 没有吧 对不对 如果你刚好因为任何灾病 不小心弟兄姐妹 千万不要定他的罪 他绝对不是因为 看了这个经文才这样的 好不好 好 所以呢 右手右眼 这些东西都要告诉你 你做不到啊 而且你真的可以照做吗 没有人照做啊 对不对 没有一个 以前有很多宗教狂热 你知道马丁路德时代 之前那些人 他们很宗教狂热 他们为了知道自己罪的赦免 他们拿鞭子打自己啊 然后都弄得流血啊 也没有把眼睛挖掉 把手弄掉啊 懂我意思吗 即便那个时候 更何况现代 你知道你因性称义的 你知道耶稣做成的工作 我们还是要往正确的方向去做 但是你做不到神还是爱你 我们生命本来就是你知道 圣灵的果子 圣灵所结的果子 不是九颗果子哦 大家知道吗 是仁爱喜乐和平 忍耐恩慈良善 信实温柔节制 这九个不是九种果子 那个圣灵所结的果子 那果子是单数 果子是一颗 一颗果子有九个味道 而且是谁结的果子 圣灵所结的果子 很多人告诉你 你要去结果子 你要去结果子 你努力去结果子 你反而结不出来 为什么 因为那是圣灵结的果子 你应该是享受圣灵 与神同在 与神一起前进 该做事的时候做事 该休息的时候休息 然后你就会发现 仁爱就是爱心 仁爱然后喜乐 然后和平 结许有一个弟兄 他非常的喜乐 他也很有爱心 可是他很没有节制 但是很没有节制 并不代表完全不节制 如果满分是十分 搞不好 他因为信耶稣 他的爱心从三分变八分 然后他的喜乐从两分变九分 然后他的节制从两分变三分 你懂我意思吗 你买同一栏就好了 同一栏的柳丁好了 或者是橘子 有些橘子还是很酸 同一栏有些很甜 甚至一颗橘子里面很多拌 这一拌比较甜 这一拌比较酸 有没有吃过 有没有发生过 同一颗果子了吧 对不对 这个酸度比较高 这片酸度比较高 这片水分比较多 这片甜度比较高 这片纤维比较多 懂我意思吗 所以一个基督徒 你在某一个部分转 如果你一直胜不过 你也不用一直定睛那个罪 你要定睛的是耶稣 然后耶稣可能让你 比如说喜乐更增长 爱心更增长 然后节制 刚才说从两分到三分 然后你也喜乐越来越增长 然后也帮助了很多人 然后仍爱喜乐和平忍耐 然后你的忍耐也开始 从五分变六分 慢慢慢慢的 你节制终于从三分变四分了 那还是一个成长 懂我意思吗 所以不是一直定睛的自己 这个问题 而是定睛耶稣 然后你会渐渐变成主的样式 懂我意思了吗 好 所以不要定自己的罪 但是你也要知道 你真的软弱你犯罪 那罪就是罪 我们没有说罪不是罪 我们没有说你尽量犯罪 我只要告诉你 胜不过神还是爱你 但是我们以靠神 让我们越来越胜过 但是你可能有这个部分的软弱 你一直胜不过 没关系你再继续其他的部分 你更多的追求主 你会发现连那个部分 神眼一点一点一点 去改变胜过了 懂我意思吗 简单说 你有一个果子 九个面相 你可以甜度越来越高 也许你的纤维总是太多 没关系 现在流行纤维 连可乐都加纤维 懂我意思吗 你们没有喝过纤维可乐吗 还比较贵 而且喝下去没感觉 懂我意思 就是说 你要知道 上帝对你有美好的计划 不要一直定睛自己的罪 你要定睛的是上帝 然后 也不是说 所以那个罪就不是罪 你就是软弱 然后呢 还是同一个问题 你的孩子可不可以说谎 不可以 你的孩子会不会说谎 会 说谎是不是你的孩子 是 好 所以到底你的孩子可不可以说谎 不可以 到底你的孩子会不会说谎 会 那说谎到底还是不是你的孩子 是 所以基督徒可不可以犯罪 不可以 基督徒会不会犯罪 会 犯罪基督徒是不是神的儿女 是 所以到最后基督徒到底会犯罪 不可以 这边就会告诉你基督徒不可以犯罪 好那基督徒到底会犯罪 会 但是基督徒要不要越来越像耶稣 那就算你做不到 你是不是人就是神的儿女 是 这就是恩典 你胜不过 没关系 我本来就知道你胜不过 我会帮助你 让你越来越胜过 然后胜过 有一天可以胜过这个事情 懂我意思了吗 好 所以我们把 有古人说 经文说不可遮营这件事讲完了 好请看下一页 五章三十一节是不是又有话说 开始另外一个主题了 懂我意思吗 所以如果你想要严精 你可以把 这一小段 刚才那四节连在一起看 好好的读 然后去查 去查原文 去查各样的东西 然后一段一段一段的 让我们读圣经是有智慧的去 不是抽一句出来 而是要看他的前后文 然后了解耶稣在说什么 好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一节请念 又有话说 人若修妻就当给他修书 好这边提到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一节 人若修妻就当给他修书 大家会觉得 哦 所以是怎样修妻 当初那个年代 摩西尔年代是这样子的 当先生有一个合理的理由修妻的时候 要写给他修书 修书是保护这个妻子的哦 你要知道那个年代是三千五百年前 你知道吗 孔子是耶稣前五六百年前的人 就是两千五百年前左右 孔子也有修妻你知道吗 孔子离婚你知道吗 孔子你知道 你想为什么他要离婚吗 因为孔子习不正不做 哥不正不死 意思是什么 你椅子没有摆好老子不做 你那个肉没有切好老子不吃 谁要跟他结婚啊 累死了 你懂我意思吗 他要求很高的 后来离婚之后啊 然后孔子的 孔子的儿子啊 一直哭一直哭啊 然后孔子还不让他哭啊 孔里啊 你知道他们离婚的故事 你们不知道孔子离婚 孔子也离婚 好 我要告诉你的意思是 那个年代有那个年代的原则跟规则 时代背景 而现代其实是要告诉你 不只可以修妻 你也可以修夫 不是啊 那个年代就是还真的 世界越来越进程 那个时候真的是 好像男性可以修妻 妻子不能修夫 可是现在我们的婚姻是平等的 对不对 所以啊 你可以 这边要规范的事情 这要告诉你 旧约的原则 然后再新约执行 那我顺便告诉你 我们现在的执行面 好 人如果要离婚 就要好好的离婚 你可以把它看成这样 这个具体怎么说 我们看下一页 五章三十二节请念 只是我告诉你们 凡修妻的 若不是为淫乱的人故 就是叫他做淫妇了 人若娶这被修的妇人 也是犯奸淫了 这边是马赛福音五章三十二节 有一些教会呢 就会用这个经文来教导 整个有关离婚的教导 可是你要知道吗 解经的原则是什么 上下文 平行经文 已经解经 对不对 还有其他经文也规范了 离婚的部分 但是有些教会就只用这个经文 然后就说 这个经文就是唯一的 那是不对的 经文要平行的去看 好 我们先看这个经文 简单说 这边提到修妻 我们可以直接把它等同于 现在的离婚 因为男生可以跟女生离婚 女生也可以跟男生离婚 现在这个时代 你可以选择跟你的配偶 跟你的伴侣离婚 懂我意思吗 好 但是这边提到 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 就是叫他做淫妇了 好 刚才是不是说 用眼睛看了 想了 就已经是犯阶影了 对不对 接着讲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 如果你心里想过就算是 那大概每天大家都在离婚吧 因为这个发生的可能性太高了吧 对不对 你懂我意思吗 前面才规范你心里想的 就是犯阶影 那这边提到 为淫乱的缘故就可以离婚 那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随便离婚了吗 没有人想过这个角度吗 他不是连在一起讲的吗 前后文而已 对不对 好 但是我不是告诉你 所以你可以随便离婚 这边只在告诉你 核心是什么 婚姻是两个人 对两个人的彼此的忠诚跟相爱 对不对 所以婚姻要做到一个重点是 要懂得去避嫌 然后这有点岔开 但是稍微提一点 你做这件事 你老婆会难过 比如说好 你深夜跟一个男生 你深夜跟一个女孩子去哪里 这件事你就算没干嘛 也是要避嫌 对不对 这样才能够 彼此相同的 你能够接受你老婆 晚上两三点 跟一个男生出去吗 除非那个是他爸 对不对 他哥应该也可以 邻居就不行了吧 对不对 所以有了 他可以带唯一的一个 未来别人的老公 就是他家儿子 除此之外 就是要避嫌 对不对 好 这是一件事 婚姻要很重要一件事 就是懂得去避嫌 以一般人的说法 然后以我们说法 就要分别为甚 为了爱的缘故 我为了不让你难过 我自愿放弃 我分明没有跟那个人怎么样 可是我自愿放弃我 这个 可以说是权利吗 可以说我自愿放弃 这个 这件事情 为了让你快乐 懂我意思吗 婚姻其实应该是这样的 好 但是呢 这边提到了 这边的淫乱 其实是真的身体的淫乱 好 但是呢 我只要告诉你 就是说 这边提到 如果你的丈夫 或你的妻子出轨了 你是可以合理的离婚的 这篇经文 真的是这样说的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 就是叫她做淫妇 然后后面就后面有人提到 如果娶这被修的妻子 的妇人也是败淫淫 意思让你好像感觉 就是说 所以啊 如果啊 今天离婚的理由 不是因为 比如说你丈夫 或你妻子跟别人 发生了关系 然后你就跟她离婚 那么她就是淫妇 然后呢 娶她的人也被带碎了 看起来是这样嘛 对不对 好 可是实际上呢 有另外一个经文 有提到 比如说丈夫 一个姓主 一个不姓主 比如说妻子姓主 丈夫不姓主 然后呢 保罗 在跟这个教会讲的时候 他提到 你怎么知道 你不能够救你这个不姓的 丈夫或不姓的妻子呢 继续跟他在一起 为他祷告 可是如果这个不姓的人 想要离开 没有挂碍 就让他离开吧 大家知道这个经文吗 保罗有提到这个经文 那这也是离婚啊 这也是离婚啊 所以你要最少 我还有其他经文 但是我把这个 你看刚才另外一个经文提到 不姓的那个人 他想要离开 那没关系 那你姓主 他想要离开 就让他离开啊 你可以 但是并不是那个不姓的 不姓的丈夫或妻子 就可以跟那个姓主的 先生或太太说 我想要离开 所以你一定要让我离婚 你知道吗 懂我意思吗 就很像这边提到的 比如说先生犯了淫乱 妻子可以选择跟先生离婚 可是先生不能说 我犯了淫乱 你要跟我离婚 懂我意思吗 听懂我意思吗 受伤害的那方可以选择 不要这段婚姻了 但是 加害者不能够说 因为我犯了这个罪 所以你必须跟我离婚 懂我意思了吗 听懂意思吗 有些人用这个经文 有些人很那个 他们犯奸淫了 伤害了自己的配偶 然后还拿这个经文 要求他的 他的配偶 一定要跟他离婚 哪有这种事啊 你伤害我我还要因此损失 懂我意思吗 所以这边提到的事情就是 有一个合法离婚的原因 叫做 在婚姻上真实的不忠实 然后另外一个 我们提到信跟不信的那个部分 如果那个不信人想要离开 你这个信的人 可以选择跟他离婚 但是你也可以不要 但是不是那个不信人想离开 你就一定得跟他离婚 懂我意思了吗 这不是律法 这是新约 但是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 跟一堆犹太人 重新阐述 旧约真正的意思 然后他要去做到 他要去完成 懂意思了吗 好 所以啊 其实我们今天没有太多时间讲 但是我告诉你 婚姻其实是神的圣约 就很像是 你想象一下 其实神原本希望 夫妻的爱 大到很像 基督对教会的爱 基督为教会舍己 对不对 所以啊 其实弟兄 我们在婚姻里面 我们要练习的事情是 为妻子舍己 舍去自己很多坚持的愿望 然后坚持的东西 然后呢 妻子要顺服丈夫 那都是圣经上说的 可是呢 很多妻子就会说 我怎么顺服她 她这样子 老实说 当你的先生 为你舍己到一个地步 你会自动的想要顺服她 反之 你常常很多丈夫 会要求妻子 你要顺服 你要顺服啊 那你是有为我舍己 我怎么为你顺服 可是 你懂吗 这还是同一件事啊 你去便利商店买东西 你要求店员先给你货 你才给钱 然后店员说 你先给我钱 我才给你货 你们就这样耗了五个小时 还是拿不到啊 总要有一个人先付出吧 比如你去领货 对不对 然后你就说 然后店员说 先给我钱 我才给你货 没有 你先货拿出来 有货我才要付钱 你们就这样僵持了五个小时 后面大概有五万个人在 不是太多 五千个客人想要贬你 如果遇到这种 请离开这家店 这两个都疯了 懂我意思吗 总要有一边先付出 我已经付出了那么多 有些时候 不是付出那么多的问题 而是没有坐在点上 所以你知道有一个东西 叫爱之语 五种爱之语 你要懂得对方的爱之语 让他感受被爱 还有很多 你知道 比如说 他五种爱之语是什么 你知道吗 精心时刻 服务的行为 礼物 身体的接触 跟肯定的话语 好 他有顺序 当然我忘记顺序 然后假设你太太 最喜欢的是礼物 假设你太太 就是你喜欢 你送她礼物 可是你每天 就给她肯定话语 你做实在太棒了 出一张嘴 有什么用啊 给我真的 懂我意思吗 反之 你先生最喜欢的是 肯定话语 你老婆每天 一直买礼物给她 老公来 你看这个给你 谢谢 然后他做什么事 你都没有鼓励他 然后他永远都觉得很痛苦 懂我意思吗 干嘛花那么多钱 出一张嘴就好 不是反过来 你懂我意思吗 相同的精心时刻是 男生跟女生 精心时刻是不一样 男生觉得 在放缘五公尺之内 跟你在同一个空间 就叫做陪伴 女生觉得 你要跟我 精心时刻 心灵有相通的讲话 才叫做陪伴 懂吗 所以要打电动的男生 每三十分钟 停下来跟 没有这个技术问题 再说 好 OK 你懂我意思吗 那是不同的 男女大不同 但我们今天没那个时间讲 好 我只是要告诉你 总要有一方先付出 但是如果你付出太多了 都一直没有回报 其实要去思想为什么 然后去解决这个问题 好 然后我刚才要讲的事情是 其实神对婚姻的要求 原本是 他要很 很像基督 对教会的爱 可是现在 我们人已经 一直软 一直软 然后贬低到 我到底怎样可以离婚 我很少 接到电话 问 牧师我要怎样 可以更爱我和太太 我要怎样 可以更爱我先生 大部分是 牧师我想跟他离婚 你懂我意思吗 好 我们来想 另外一个从神而来 赐下来的美好的爱 就是 父母的爱 你对你孩子爱 是无条件 大家知道吗 那是笑话也是真的 当同一件事 你骂完你儿老公 又骂完你的小孩之后 你就会这样想 我刚才是骂小孩骂太多了 然后你同时会觉得 我刚才骂老公骂太少了 这是真实的状况 对 然后 你懂的意思吗 就是说 孩子 你对那孩子 那个无条件爱 你不会一直想说 我要怎样可以跟我孩子分离 我应该用什么方法 他什么时候才18岁 什么时候才18岁 赶快18岁 我就可以不要理他了 我就不用再赚钱养他了 没有 你好希望你孩子一直跟你在一起 对不对 你很希望你孩子最好结婚了还住家里 真的不行住附近 对不对 你希望你孩子一直都跟你在一起 对不对 可是你希望你老公或你老婆 离得越来越好 对不对 你懂吗 因为那个无私的那个儿女的爱 已经 他一直还是这样 因为那是一种 上帝赐给你 可是夫妻关系是两个人选择 然后当然也是上帝赐的 可是这里面已经被贬低到 我要怎样可以跟他离婚 他没有淫乱 我可以跟他离婚吗 他信主 我不信主 我可以跟他离婚吗 其实我们要继续升华 提升回到神美好的样式 可是我告诉你 现在真实的统计数字是 在教会里面的离婚率 并没有比外面低 甚至更高 因为很多律法的教会 顶到不行 最后 好啦好啦好啦 那我去淫乱让你跟我离婚吗 真的存在这种事 你做牧养 你就会发现真的很夸张 所以我要告诉你一件事 让我们定经耶稣 然后 我知道 有很多那种 一些教导 其实把更多的枷锁 跟律法放在人身上 结果最后那个关系 就更僵化 最后真的不行 可是我们决定安息 有些状况 你没有办法改变 你就是交给主 你就是交给主 你就是祷告交给主 然后你任何痛苦 去跟上帝说 我们后来发现 有很多事 真的慢慢的迎刃而解 你可能以为迎刃而解的意思就是 所以 你那个背叛你的 犯淫乱的丈夫 或其实就自然回来 没有 有些时候迎刃而解的方式就是 按照这个经文 你安息的 好好的 和平的分手 然后该分的分好 然后孩子安置好 但也是一种方式 你知道有些人 硬拖着 硬着这个经文 那个丈夫就是技术性的 不犯监影 技术性的 然后呢 这个太太又傻傻的 在律法下面 然后一直卡着 然后就二三十年 大家都痛苦 我并不是鼓励你离婚哦 我并不是告诉你 你要尽量这样去做 但是你懂吗 我们要知道 我们这一生最重要的事情是追求主 服侍主 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是定精耶稣 然后 这已经是低下来 请问你会一直想 我要怎么让我的孩子赶快离开吗 可是很多人在想 我要怎么让我的丈夫离开 我要怎么让我的妻子离开 可是其实 以神的标准 夫妻之爱 大于儿女之爱 你知道吗 夫妻之爱 大于父母之爱 你知道吗 人要离了父母与妻子同住 懂意思吗 可是做不到啊 就又一个做不到啊 但是没关系 做不到难道就不做吗 还是要做 但是你在这部分软弱 那你最少在别的部分吧 圣灵的九个果子 这个部分你不够 你不够有节制 那你有爱心嘛 对不对 你不够有喜乐 那你最少有节制嘛 懂我意思嘛 对不对 你总不可能 每一颗果子都又甜又多汁又纤维又什么 又什么对不对 我们生命不用一直定睛自己不够的地方 定睛耶稣已经做成了工作 然后他会一点一点的帮助我们 进到更美好的地步 好 然后你又到下一个主题哦 所以请念五章三十三节 谢谢 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 说不可背试 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 好 五章三十三节提到 你们又听见 有吩咐古人的话 古人是什么 就是旧约的那些人嘛 对不对 然后呢 不可背试 如果你向神启示的话 要向主谨守 大家记不记得 旧约有很多 一些跟神立约的 然后立了约就后悔 然后呢 不得不把自己女儿献上 什么的 有没有 耶佛他 有没有 耶佛他就 我被晓得怎么说傻 他说我回到家 第一个我就把他献给主 基督是他最爱的女儿 是怎样 你为什么 我回到家 之后想一想 再献给你什么 你就要这样 然后他们也不敢不谨守 然后他们就得谨守 有人说耶佛他的女儿 就被献祭了 没有啊 不是的 他只是终身献给主 对 上帝不是要杀人去献祭的 上帝只有一次 告诉人 你要不要这样子 叫做什么 献以杀 但是在最后一刻 还是预备一只羊 懂意思吗 上帝没有要献人类 稍微记得这个东西 没有 那个是邪灵一角 OK好 所以这边告诉你 就约说不可以背试 耶稣现在的心 约要告诉你什么 不可起誓 请看下一页 五章三四节请念 只是我告诉你们 什么誓都不可起 不可指责天起誓 因为天是神的座位 不可指责地起誓 因为地是他的脚凳 也不可指责耶路撒冷起誓 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金城 又不可指责你的头起誓 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 变黑变白了 好 这边提到 是 旧约告诉你 不可以违背誓言 但是耶稣 成就的这个旧约 在新约里告诉你 不要去起誓 请看下一页 五章三四节其实要告诉你 什么事都不可起 好 不要起誓 然后呢 你什么叫做什么 什么指责天啊 指责地啊 指责耶路撒冷 是因为 对天会有天的敬意 对地有地的敬意 对耶路撒冷这个大君王的城市 会有他的敬意 所以所谓指的这个东西起誓 就很像是有人指责 有人很爱妈妈 然后就会说 你知道我们的文化是 你会指责 就是说 如果我怎样的话 我就 如果我没有做到什么 我就怎样 对不对 然后啊 大家觉得 比如说好 有人说 如果我没有付这个钱的话 那我就 我不要讲我 小明好 小明说 如果我没有给你这个钱 我就决子决孙 小明小明不是我 好 如果你就小明也不是你 好 就是那个小明 不是你的那个小明 好 然后呢 然后呢 小明朋友说 我不相信啦 好 不然这样好了 如果你也没有给你这个钱 我妈被车撞 然后小明妈妈觉得 跟我屁事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说因为 通常你很爱你妈妈 所以你不可能不做 意思是什么 犹太人 他们很爱 很天上帝号 然后呢 上帝所创造的地 还有耶路撒冷这些城市 所以他们意思是说 我们把这一切的东西 我们把 我们把这个事 加上我对天地 耶路撒冷的敬意 然后来告诉你 我一定会做到 可是神在告诉你什么 不要启示 你不要指着天启示 因为天是神的座位 什么意思 比如说好 小明说 如果我明天没有做这件事 那聚心牧师的车就 跟我闭事啊 懂我意思吗 天是神的 为什么你没有做到天要怎样 你懂我意思了吗 你不要去僭越 你根本不可启示 因为你是人 你根本没有能力 去控制很多的事情 好 请看下一页 所以为什么不可启示 不可以指着地启示 因为地是他的脚凳 什么意思 意思是说什么 小明说 如果我明天没有还你这个钱 聚心牧师的脚凳就坏掉 干我闭事啊 懂我意思吗 上帝就说 那是我的脚凳 你凭什么 然后耶路撒冷是大君王的城市 然后小明又跟他说 如果我明天没有给你这个货 那台北市就坏掉 干你闭事啊 为什么台北市是我们大家的 懂我意思吗 懂我意思吗 耶路撒冷是上帝的精神 是上帝的城市 你凭什么指着他启示 你怎么可以把别人的东西拿来 帮你做宝 你知道启示意思是做宝 有点类似这个意思嘛 对不对 小明说什么 如果我做不到 我就 小明就说他绝子绝孙 好 所以意思是 拿绝子绝孙这个可怕的诅咒来 保证自己会做到 对不对 那你怎么可以拿别人的东西来保证 懂我意思吗 你欠人家钱 你可以把你的房子抵押给他 你怎么可以把隔壁邻居的房子抵押给他呢 你怎么可以把上帝的天地 耶路撒冷抵押给他呢 好请看下一页 五章三十六起 那为什么不能指着自己的头启示呢 因为连你的头都是上帝的 你的头啊 是上帝的 懂吗 因为你并不拥有 你以为你拥有了这一切 你用一间房子吗 你有一天一定得交出来 无论是你离开这个世界 或者是因为各种原因 你总不可能永远拥有 你所看到这一切 你拥有的一切都不是永恒的 除了上帝之外 还有你的灵魂 你的灵魂永远存在 也是神吹的那口气 好 你这个身体不会永远存在 会离开哦 你看到了房子 你这一生追求的任何的荣耀 任何一切的努力 任何的一切 你最美好的爱情 最美好的投资 最美好的关系 都会消失 不是说 所以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关系会消失 是在这个地上消失 迁到天上去 你这一生所追究 你拼了终于成为全世界 世界首富 你那一切钱 有一天一定跟你分开 懂吗 没错吧 你可以永恒永有那一切吗 多少人做过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 然后呢 统一中国之后 然后呢 他想干嘛 想要长生不老 对吧 汉武帝也做过这件事 所有那些很成功人 最后他们想要的是永恒永有 没有任何一个人类做到 没有 所以呢 不要指着你的头起事 因为连你都没有办法 使你的头发变黑变白 用染的不算 懂我意思吗 对啊 真的就是这样啊 偶尔偶尔偶尔 我老婆会有一根白头发 我们就对她说话 非法存在 然后把她赶走 对啊 好像就没有啊 就是这样 真的没有 她这辈子没有染过头发 对啊 真的啊 她有去染别的颜色啊 但是她没有把白染黑啊 懂我意思吗 你要知道你并不能够掌控 而且很多次你根本不能掌控 都是神 你要知道的意思 不再是说 我什么什么什么 因为你根本不晓得 未来会怎样 你只能够倚靠上帝的恩典 其实当你说 我很能什么 那就已经是一种骄傲了 懂意思 所以不要指着 上帝的天地耶路撒冷 因为那是上帝的东西 连你的头 连你的生命 都是神赐给你的 所以我们不要一直以为 自己还能怎么样 所以呢 执行面是五章三十七节情练 你们的话 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若再多说 就是出于那恶者 这里提到 就是所以你 你不要启示 意思就是 当你答应人家 什么就说是什么 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 就是因为 再多说 你就开始启示 然后你那个骄傲就出来 那个罪性就出来 好 可是呢 这边就有一个执行面 所以意思就是说 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所以我不能有任何 我不能说谎 是不是这样 没错 基督徒不能说谎 可是我跟你说 很多基督徒 因性生意的基督徒 你还是会偶尔的软弱说谎 但并不代表你可以说谎 你要继续的越来越像耶稣 慢慢的胜过这个东西 但我也知道很多基督徒 他这辈子就 信耶稣之后 他生命就改变 就再也一句谎也都不说了 好 但是这边不是在规范说不说谎 前后文是在讲不可启示 懂吗 有人用这个经文说 所以不可以说谎 不是这个经文 其实是在说 你不要启示 对不对 你答应人家了 我答应你 我明天会给你 后面就不要说 不然的话 小明死光光 但小明怎么是 懂意思吗 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让你的 Let your yes be yes Let your no be no 你说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 好 所以稍微有点延伸 就是很多夫妻 或者是情侣关系 很多时候会有那种 你分明想要 你又不说 你不说之后 他没有给你 你又生气 你怎么都不了解我 我本来就不了解你 你从你家长大了 我从我家长大 我们认识是要多了解 那本来就是 可是你 你懂吗 其实是一个沟通的过程 其实我真的鼓励 不是只有姐妹这样 有些弟兄也这样 可是其实要练习 真的把你想要的说出来 让彼此了解 然后久了以后 他会真的懂 然后你就会有 那个真正贴心的感觉 你懂我意思吗 这当然这个部分也可以说 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所以呢 你喜欢这件事 就说你喜欢 让他学会 不然你每次都忍耐 然后 假装你喜欢 或者是 你不喜欢这件事 你又 因着种种原因 结果到最后 你这辈子都在忍耐 懂我意思吗 好好的正确的沟通 不要觉得 我讲出来 是不是我要的 我去跟他要 你不是跟他要 你只是告诉他 你长怎样 然后这样认识彼此 然后有一天 他会真的能够贴心 因为够久了 他知道 懂我意思吗 不要一直在那边 他都没有猜准我的心意 人生苦短 不要再这样耗了 好不好 坐下来好好讲 好不好 你人生青春年华 是有多长 对不对 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但是主要是在讲 不要启示 好 请看下一页 好 五章三十八节 又另外一个题目了 对不对 你们听见有话说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耶稣其实同时 也在挑战整个传统 你们听见有话说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所以另外一个主题 那我们看这主题 请看下一页 五章三十九节 请念 只是我告诉你们 不要与恶人作对 有人打你的右脸 连左脸也转过来 由他打 所以有些基督徒 看了这个经文之后 就变成软脚虾 懂意思吗 你真的 你有没有看过 那种基督徒 真的就是逆来顺受 然后很像那种 旧时代的小媳妇 然后一直被虐待 然后我被打右脸 我左脸也给他打 你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人 然后而且你去看 很多基督徒还以此为荣 因为耶稣说了 我也做到了 我告诉你 连耶稣都没有这样 你知道吗 连耶稣都没有 右脸被打 左脸也被他打 你知道吗 好 约翰福音十八章二十二节 请念 那不是 我若说的是 你为什么打我呢 好 耶稣现在正在大祭司前面 然后耶稣就跟大祭司说了话 然后呢 那旁边的差异就 打他 好 差异就用手上打他 一般来说应该是脸 对不对 就算不是脸又怎么样 好 就算他打他左手 那耶稣应该右手也出来给他打 没有 耶稣怎么样 请看下一页 耶稣说 如果我说错 你指证我说错啊 我没有说错 你凭什么打我 耶稣没有说 你打我右脸 左脸也给你打 我打我右手 左脸也给你打 耶稣又不是抖眼 又不是被虐狂 懂我意思吗 所以那个经文 耶稣是完美的 耶稣活出 他所教导这一切 可是很多基督徒 他们就是只抓一个经文 就说 所以右脸被打 左脸也要被打 所以你被欺负 就尽量被欺负 我跟你说 这样子 特别在这个年代 诈骗横行 欺压横行的年代 在这个末世里头 基督徒会 应该说 如果基督徒造了这个经文 硬做造作 你会被人家玩死 好不好 而且你看 这边 你不要与恶人作对 耶稣不是专业跟恶人作对 耶稣是不是专业对抗 法利塞人 撒都官人 跟大祭司那些人 对不对 也不是专业对抗 他是来对抗 整个错误的价值 对不对 保罗是不是有对抗 跟恶人作对 神是不是要呼召 我们做光做眼 你看不对的是 神有呼召你起来 做的时候你要起来 他怎么不要与恶人作对 所以你不能够只看 一个经文就这样用 对不对 耶稣有右脸被打 左脸被打吗 保罗被打的时候 有说再多打一点 多打一点 这边 这边 没有 所以这个经文重点是要告诉你 我们继续往下看就知道 好 马太福音五章40到47节请念 有人想要告你 要拿你的礼衣 连外衣也由他拿去 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 你就同他走两里路 好 其实这边在告诉你什么 如果有人要告你 要拿你的礼衣跟外衣 由他拿去 是因为 你知道那个时候大家很穷 所以有衣服就 是衣服算是很贵的资产 他其实这边在告诉你 如果人家告你 你要 你得陪他的话 你不要只陪他礼衣 连外衣都陪他 然后这边说有人强迫你 走一里路 你就同他走两里路 后面这个一里路 两里路是有历史背景的 好 那个 大家记得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 耶稣是不是 背十字架走走走 然后在苦路摔倒 他背不动十字架了 然后就有一个人 是路人 被那个罗马军官叫过来 帮耶稣背十字架 那个人叫古利奈人西门 OK 然后这个人 后来他的两个儿子 也成为教会很重要的领袖 那是教会历史 OK 这个人 就是这边这个经文提到的 罗马军官有权利 要求一个路人说 我的武器装备等等 你帮我 你跟我走 帮我背义里路 这是他的合法权利 懂意思吗 好 所以呢 那个古利奈人西门 就是被行使这个权利 你来帮他这个人背 我要求你帮忙走 他不就一里路 因为耶路撒冷其实没有太大 然后就上了哥哥他山 OK好 所以呢 意思是什么 如果一个人 如果这个罗马军官 强逼你走一里路 你走 陪他走两里 你想要为什么 你走一里路是你的责任 是你必须被罗马政府 规范的责任 可是走完这一里路之后 他必须要求 你可以要求他把东西拿回去 可是没有 你再多陪他走一里路 多走这一里路 你们会不会聊天 会不会讲话 他会问你 你为什么愿意帮我 多陪一里路 为什么你愿意 多陪我走一里路 还帮我背 然后你就可以跟他传福音 你就可以爱他 你可以告诉他 因为我看你天气那么热 然后走那么远 我觉得我想帮助你 前面是强迫 后面是因为爱 所以其实核心在讲 彼此相爱 你那么穷 穷到你来告我 想要我的内衣 好了 我连外衣都给你 因为彼此相爱 如果你真的 你真的打我的脸 你会好一点 好了 我给你打 并不是每次都给你打 是因为彼此相爱 知道意思吗 核心的重点 不在于你必须都做这些事 而是你出于爱跟自愿的 彼此相爱去做 可是谁能够完全做到 这件事 左脸右脸 连耶稣都不愿意 连耶稣都没有 因为耶稣是该打被打 他不想被多打一下 耶稣不是喜欢上十字架 耶稣超不喜欢上十字架 他前一天晚上 上一步去祭祷告 希望可以不要上 对不对 谁喜欢上十字架 可是他知道因着爱 他愿意 所以我们要学习的是像耶稣一样 因着爱我愿意 不是我强迫必须做 知道差别吗 耶稣因着爱 所以他愿意上十字架 他不想 你才不想左脸被打右脸被打 你才不想人家强迫你走一里路 你愿意走两里路 你才不想你内衣外衣给他 但是你因着爱 你被神激励了 你愿意 耶稣被天父的爱激励了 所以他愿意 你也可以被天父的爱激励了 所以你愿意 可是你不是必须 懂吗 所以我们看下一页 所以你看 有人用这个经文 基督徒被凹死 有求你的就给他 有像你借贷不可推迟 我跟你讲 这是诈骗集团最喜欢的经文 你们基督徒不是说有权 你还给你 求你了 赶快给我钱 借我钱 借我钱 基督徒如果说你不懂得 把经文拿来正确的使用 人家拿这个经文你就死定了 你管你家财万贯 如果有一个大富翁是基督徒 又死守经文 你每天拿这个经文去跟他借钱 今天借五亿 明天借十亿 后天借二十亿 以后再有钱金山银山也没有 懂我意思吗 重点是爱 而不是死守这个经文 首先你要死守经文 先把自己的右眼跟右手砍了 另外一个经文 没有写右手左手 你整个都要砍了 根本不可能 重点是彼此相爱 而且有智慧 所以有求你了 就给他 有像你借贷不可推迟 我跟你讲 有人用这个经文想控制过我 圣经上不是说有借贷不可推迟吗 但圣经上也提到 要给那应得的人 你不是应得的人 我没跟你说过 我在我家的打入机听过 乡乡牧师 我有感动 你要奉献十万块给我 对不起 我一定听错 再播一次 乡乡牧师 我有感动 你要奉献十万块给我 我不相信 再暗示 乡乡牧师 我有感动 你要奉献十万块给我 然后我就奉献十万块给他吗 难道乡乡牧师 就奉献十万块给他吗 没有 我们就把这个人拉黑 黑名单删除 你要用这种东西控制人 你要懂 你要把圣经读通 要知道神真正的心意 懂吗 不要被人家凹 这就是历居以来诈骗集团 最懂最喜欢的经文 不要被利用 请看下一页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后面就开始告诉你 他前面在铺陈 后面在告诉你 要爱 这一切什么 左脸右脸 一里两里 一万一都是因为要爱 而不是必须做 但是后面 预知后事如何 就请在下回分解 让我们再来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谢谢你这么爱我们 对我们有美好的计划 耶稣谢谢你 你被天父的爱基利 所以你就算不想上十字架 你还是上了十字架 所以我们也被你的爱基利 所以我们有能力 多陪人家走一里路 然后在那一里路里头 为他祷告 关怀他 也许因此那个人就信了耶稣 可是我们不是必须 我们不是人家跟我借钱 我一定要借 我不是一定要必须这样 我们乃是在神的爱跟恩典里头 被引导 然后被神带领 然后为了因着神的爱 也为了神对他的心意 我们愿意牺牲一些 但是我不是被呼召来牺牲的 我是被呼召来顺服神的 很多时候神要我们顺服他而牺牲 可是更多时候 神要我们顺服他而享福 因为他是用各样的美物 使我们知足 使我们享福的神 主要祝福我们 让我们不是好像基督徒硬拗着很痛苦 乃是在神的爱里头 我为了爱我愿意摆上 为了爱我愿意改变 主啊 谢谢你 你告诉我们这个登山宝训 里面有很多事情 主啊 你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 虽然我们做不到 但是我们愿意依靠你越来越做得好 来荣耀上帝 就算我做不到 我可以在其他部分越来越像耶稣 越来越荣耀神 来祝福神的国 因着我的存在 我像眼像光使这个世界更好 祝福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 不要再定自己的罪 然后倚靠耶稣 渐渐变成主的样式 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仇 阿们 好我们站起来 请念信仰宣言 我相信上帝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 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我相信他胜过死亡 并且从死里复活 我现在是上帝所爱的孩子 因他流的宝血 我大大得福 蒙受极高的恩宠 及深深被爱 我永远脱离疾病灾害与死亡 耶稣如何 我在世上也如何 好感谢主 你念了信仰宣言 里面的每一句话 都是神要给你的祝福 所以请闭上双眼 打开双手 你是我本周的祝福 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你对我们有何等美好恩典的祝福 主啊 你用生命纪28章的祝福来祝福我们 是我们出眼蒙福 入眼蒙福 举手不举尾 在上不在下 我们身所生 身处所下地所产的都蒙福 我们的儿女 我们的父母都蒙福 我们的家人都蒙福 主啊 祝福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家人 都来认识耶稣基督 我们亲朋好友不认识 祝福你使我们电脑手机上传下载都蒙福 使我们签名盖章的合约工作报告都蒙福 使我们的功课蒙福 使我们的家里面各样的管理都蒙福 主啊 谢谢你 祝福我们在这个疫情的时代 我们要知道 所有千人扑倒在我们面前 万人扑倒在我们右边 这灾却不得临近我们 我们会健康 我们会平安 我们会在上帝特别保守里面 即便你不小心染疫了 你人就会快快的恢复 而且没有任何疑症 主啊 甚至于我们当中就有很多人是天选之人 你就是不会中 你就是不会中 因为低恩或各样的事 你就是健康平安 然后万事互相效力 你就会得到益处 说他谢谢你这么爱我们 谢谢你超自然来做奇妙的事 让我们在对的地方 遇见对的人做正确的事 看见上帝超自然的神迹 因为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感动的交通 传你众地同姐妹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远 大家一起说 阿们 好 再来想邀请你跟我做一个祷告 邀请耶稣住在你的心里 赦免你一切的罪 给你一个全新的盼望 可以让过去的一切失败 跟一切的痛苦都过去 让耶稣给你一个全新的生命 预备好了吗 等一下我说一句 你跟我说一句哦 如果可以 你可以把眼睛闭上 让你说出来的话 宣告出来 让你的心里完全相信 来看见上帝的荣耀 要开始了哦 好 那我说一句 你跟我说一句哦 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我邀请你 我邀请你 住到我的心里 住到我的心里 做我的救主 做我的救主 做我生命的主 做我生命的主 谢谢你赦免我一切的罪 谢谢你赦免我一切的罪 我的过去 我的过去 都交在你的手中 都交在你的手中 我的未来 我的未来 那美好的未来 很美好的未来 也在你的手中 也在你的手中 亲爱的圣灵 亲爱的圣灵 请你现在来充满我 请你现在来充满我 来引导我的一生 来引导我的一生 谢谢你 谢谢你 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我相信你为我死 我相信你为我死 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又为我复活 又为我复活 谢谢你 谢谢你 亲爱的阿爸天父 亲爱的阿爸天父 谢谢你差遣了耶稣 谢谢你差遣了耶稣 我所有一切的罪 我所有一切的罪 定罪 定罪 诅咒 疾病 疾病 死亡 死亡 都归在耶稣的十字架上 都归在耶稣的十字架上 亲爱的阿爸天父 亲爱的阿爸天父 从今天开始 从今天开始 我回到你的家 我回到你的家 我是有父的人 我是有家的人 我是有家的人 我大有盼望 我大有盼望 这样祷告 这样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阿们